赖清德就是预设立场啦 他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们这些蓝白 你们不接受大法官的解释 你们不接受的话哦 青娘会飞出来哦 那蓝白为什么会不接受大法官的解释 就是因为大法官做出违宪的判决 所以蓝白不接受大法官的解释 结果我们真的没有想到 今天赖清德居然以总统之之 公然的恐吓蓝白 告诉你们 你们如果不接受 这样的一个判决 大法官的判决 青娘就飞出来找你们哦 所以蓝清德已经下指导棋了嘛 蓝清德就是告诉大法官 你们得要做出违宪的判决嘛 然后呢这些蓝白 如果你们不接受这个判决 青娘又来找你们哦 哎有这种当家闹事 再拿青娘再来威胁蓝白的 蓝清德以总统之之 公然介入违宪审查吗 因为他今天去民进党的国务卿 齐建颖的致辞 他拿球赛来比喻视线案 讲一讲呢 语出惊人啦 我们一起来听 运动员有运动家的精神 赛事就不会有问题 裁判的判决 你球队不认同的话 裁判是可以把总教练划出场 如果总教练再不同意 会发生什么情况 球迷会虚神 如果今天政党没有接受 大法官会议的解释 会发生什么情况 人民会有虚神 人民会怎样 青鸟会飞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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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我打错字 青鸟会飞出来 不是我觉得这个是 很荒谬的一段说法 我们还原一下 赖清德说什么 球队总教练如果不服从 裁判的判决 球迷会有虚神 这废话吗 当然有支持这支球队 还有反对这支球队 当然会有虚神啊 然后再来 政党如果没有接受 大法官会议的解释 人民会有虚神 青鸟会飞出来 这在讲什么 我跟大家拆解一下 赖清德的意思 简单来说呢 赖清德就是预设立场啦 他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们这些蓝白 你们不接受大法官的解释 你们不接受的话哦 青鸟会飞出来哦 那蓝白为什么会不接受 大法官的解释 就是因为大法官做出 违宪的判决 所以蓝白不接受大法官的解释 结果我们真的没有想到 今天赖清德居然以总统之之 公然的恐吓蓝白 告诉你们 你们如果不接受 这样的一个判决 大法官的判决 几秒就飞出来找你们了哦 所以赖清德已经下指导棋了嘛 赖清德就是告诉大法官 你们得要做出违宪的判决嘛 然后呢 这些蓝白 如果你们不接受这个判决 青鸟又来找你们哦 哎有这种当家闹事 再拿青鸟再来威胁蓝白的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现在整个民党从上到下都不言了 过去哦 过去柯建民一再地跟大家说 青鸟不是民进党动员来的 结果没有想到 现在赖清德公开呼吁青鸟 你们叙事待发 准备要飞出来了哦 他告诉青鸟你们要准备了哦 你们要准备飞出来了哦 为什么 因为赖清德以总统之之 指导大法官做出违宪的判决嘛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哦 这个视线准备程序 违宪审查还没有实质进入哦 开始及结束啊 连实质的违宪都违宪审查都还没有进入 就已经先宣判这一整个叫做违宪了 这就是赖清德啊 好可怕哦有没有 所以民营党现在当家闹事不在乎啊 为了不让选霸法过关 直接当小偷闯进内政委员会 当家闹事霸占主席台 现在又要用青鸟群众来威胁蓝白 你们最好把大法官违宪的判决统统吞下去 否则青鸟就会跳出来 来教你们算奖 这是一个非常没有高度的一个说法 所以你可以知道赖清德的心中 有人名吗 没有 只有民进党的人民 只有民进党的党政 他做的是民进党的总统 他不是做中华民国的总统 他要把大法官也变成是民进党的大法官 而不是中华民国公正独立的大法官 你这样子到底要叫大家怎么样 相信司法独立啊赖清德 怎么会讲出这种话 你只看到青鸟 你没有看到蓝鹰 他怎么不说蓝鹰也会飞出来 所以他眼中没有蓝鹰 他眼中就只有青鸟而已 我们来看到这个是邱毅盈 他前几天才被陈水扁称赞 说他是高雄的民进党立委之中 因为他们民进党立委 很多人要来角逐 选高雄市长 国民党看起来太适 一定应该就是柯智恩 那他在高雄这一局 陈水扁给邱毅盈说 他就是最强的黑马 爆发力最强 而且动作最小 哇把他捧上天一样 结果居然在他的服务处 一名跟在邱毅盈身边 多年的服务处的赖姓主任 在先前传出酒驾 被远景拦查 还依照公共危险罪来送办 那么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邱毅盈居然罕见的放软身段 来跟外界致歉 我们一起来看 其实真的非常难得能够看到邱毅盈 她的身段这么样子的柔软 她如果今天不出来道歉 我对她的印象真的只有在那边踹门啊 然后呢在呼那个罗志强一巴掌啊 然后还有对着我开骂说 我觉得你好低哦 我对邱毅盈的印象就只有这样子哦 没有想到她今天居然服务处的主任 酒驾之后 站出来跟大家道歉了 而且新闻爆出来没多久 她就亲上火线 还在脸书上面发文 这真的不是大家认识的邱毅盈 也不是我认识的邱毅盈哎 吓死我了 怎么会出来道歉呢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 因为邱毅盈被爆出来之后 马上断尾求生 马上跟大家说 他在第一时间已经开除了这位主任 同时也跟大家说 就是他没有去替这个主任辩护 因为酒驾零容忍嘛 这个火速止血的原因是什么 就怕高雄市长选不下去啊 现在这么多的民进党的立委 要来征高雄市长这个大位 如果今天邱毅盈不为此来道歉的话 那他等于就直接输在起跑点了 大家都知道哇你任用了一个有酒驾的这个主任 然后你还放着你还护短他 你还让他继续当主任 这恐怕直接变成赖瑞龙啊 变成许智杰啊 变成林黛化他们之间的这种攻防的热点 所以邱毅盈这时候才会及时的断尾求生 把他开除掉 同时呢还在这个媒体镜头面前跟大家致歉 当然这个做法我可以说也是SOP 以及他还有在这个 我记得今天应该有那个国会改革的说明会 也跟他们的相亲来进行致歉 其实很明显的就是要把他的观感给救回来啦 但只是想要问的是 请问邱毅盈如果担心他的观感会因此受到影响 可是他的观感有再好吗 大家想到的就是他只会在那边吼来吼去啊 审法案的时候大家有意义 他就直接通关啊 然后现在蓝白要成立什么 你看在立法院那边推来推去 还打了罗志强一巴掌 他的观感有再好吗 蓝白在经济委员会成立进口弹的调查小组 他也争相的去反对啊 发生什么事我们一起来看 张琪坎你不要叫我们奇异来归 你的头脑要清楚 你当了一辈子的媒体人 怎么会在最后这半年歪成这样 坏成这样脑袋坏成这样呢 蓝白脑筋清楚一点 你连这个案情都搞不清楚 我搞得很清楚 很清楚你刚还在骂人脑袋不清楚 连最基本的最基本的时间都搞不清楚 真相都漏不清澈 你知道检调现在在查什么吗 去年巴西弹的这个超市的案子 很多人去按您申告对不对 地检署现在有在查整年的事 没有任何这个案子 你赶快去按您申告才有可能 张琪也真的太帅了 直接在当场直接反驳邱毅 因为邱毅毅说进口弹的调查小组 你们现在组成叫做违法 为什么他会这么说 因为他说现在超市的案子 已经都在检调侦办之中 你们为什么还可以成立调查小组呢 但是张琪凯直接打脸他 直接打脸邱毅毅 就跟邱毅毅说 因为这个案子检调在查的是 超市进口巴西弹的 现在民众党在踢报的是 超市进口日本弹的事情 检调有在查了吗 因为进口巴西弹那个问题很多嘛 大家都已经按铃申告 但进口日本的弹呢 这个部分在查了吗 农业部跟大家说 已经有移情检调调查 大家相信农业部吗 拜托 这整个检调跟农业部 根本沆瀬一气嘛 你看那个超市 还有那种巴西的案件 现在约谈谁了 陈吉仲被约谈了吗 林冲贤被约谈了吗 都没有你还相信农业部 有把那个日本弹的案件 移送减掉侦办吗 再来日本弹的事情 也是争议不断啊 为什么明明是量采取得输入许可 然后最后续产会 把钱付给了超市 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样子的 猫腻存在 结果我们的农业部跟大家说 他们也不知道超市跟量采的关系 还有这种回应的 我们来看一下陈吉仲 不是不是陈吉仲 其实很希望陈吉仲还在 因为陈吉仲回答比较有趣 陈俊记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马德去追陈俊记 陈俊记吓到落跑了 一起来看 超市跟量采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相关的厘清 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做到的 所以我们才会移行检查单位来调查 量采到底有没有这种借牌上市的 因为是量采得到了这个输入 所以这个是商业之间的关系 我们行政部门没办法去厘清的 那你觉得最后付款 您觉得最后付款给超市这样子状况合理吗 为什么最后是付款给超市啊 我们都会想回来对逼呢 你看就是这么的荒谬 我一提一提问到最重的重点的时候 陈吉仲不见了 他怎么可以跑走啊 其实大家应该知道那个问题 快招架不住了 你不觉得这很荒谬吗 量采跟超市之间的关系 付钱的续产会 付钱的农业部 跟大家说他们不知道 他们没办法查 那是很荒谬耶 量采取得输入许可 然后你把钱付给一个 没有任何合约关系的超市 你不觉得这有鬼吗 那量采是不是借牌上市啊 说没有没有没有 他们两个的关系 我们行政部门没有办法厘清 我推给检调 检调有在查吗 所以日本这个案子 检调没在查 请问陈立调查小组怎么了吗 然后邱颖颖在那边挡啊 邱颖颖为什么要挡 邱颖颖就把自干自己 轮为是行政院的立法局嘛 一再的去帮行政院护航啊 那所以现在大家会不会好奇 请问一下 过了这么久 我也是第一次来问陈俊基 因为上次我要问他 给我钓虎离山 跑别的门走嘛 我终于赌到他了 结果我要问最重要的问题 他为什么跑走了 为什么你付款给超市 这问题不重要吗 没有合约 续产会可以给一个没有合约的 那我问一下 请问续产会要不要也直接补助我啊 我跟你也没有签合约啊 我随便去找个地方进口机 那你要不要也补助我 对不对 那这一题跑什么跑啊 而且我跟你讲问到这一题 他们光是听到付款合理吗 那旁边木栏好了好了好了 赶快把陈俊基带走 还有这样打包带走的 拜托你看就直接推走了 我是没有追上去啦 但是我觉得这背后一定很多问题 因为他前面第一题 已经有一套制式的回答说 哎呀监察院在调查 我们移送检调 但是在问到更细节的时候 就不敢答了 我知道民众党打这一题打了很久 我也准备了好一段时间 我一直在找机会来问陈俊基 昨天他直接出现在我面前 所以一定得要来问他嘛 那所以这不是告诉大家 调查销柱很重要吗 为什么民进党要来党国会改革呢 请记住 gress fui 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